主席 各位同仁 列席官員還有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我要請主委 好有請潘主委 主委好 主委我現在要請問你 因為我先從漁工開始 因為這個 上次蘇澳漁會來抗議 八百多人來 我也去那邊陪了他們一個早上 還有五一人 我們兩個都去了 結果你們主委都不在 那現在我來 因為我這個要放錄音錄影給漁工 漁民看的 所以你好好回答 我們現在的漁工分成三種 第一種就是大陸漁工 大陸漁工現在就是都來暗示 都在暗上有蓋旅館給他們住 那大陸漁工現在的規範是用什麼規範 保險是用什麼保險 商業保險 因為他不能夠參加我們的勞保 所以他是用兩岸關係條例的嘛 所以是用商業保險 這是大陸漁工 那再來就是境內的外勞 就是從國外聘進來 有勞我會管理 是用我們勞保的 那這一些就是一定要補給補給補 然後跟我們基本薪資掛鉤 對 那大陸漁工薪資怎麼做 大陸漁工薪資 商業保險 商業保險的部分 他們的薪資 平平都是鋼 平平都是鋼的魚鋼 那再來就是境外僱用的 所以漁工就有三種 各位大家要搞清楚 另外一種就是境外僱用 以前是船 由船長啊 大副還是輪機長開了 一隻全部都要幹部兩個三個 然後這船一直開開開到帛琉 開到帕拉奧 然後去啦 就在那邊 顧那邊的漁工 就上船就去抓魚 那常常出事的就是這種 因為我們的幹部才兩三個 然後船上八個十個都是外籍的 那些外籍的也沒辦法管理 那些場長都會劫持啦 殺人啊 常常都這一種的 然後海巡署也要鞭長莫及 那這一種的現在 來來來來 這一種境外僱用的現在 你們也同意他 從坐飛機來台灣報到啦 那這一種什麼管理 跟委員報告喔 這個部分按照老保條例 第九條的規定吧 應派遣出國喔 呃 延期或提供服務的 這些人呢 是按照我們老保條例規定 他是得參加老公保險 是得嗎 是因 得 所以這些境外僱用 坐飛機來這邊報到上船 直接走的 這一些 他們可以不參加勞健保喔 因為你們現在是要求他們要參加勞健保 對 所以這個漁工就這麼複雜 其實他怎麼樣報到 那是另外一回事 問題就是說他如果跟本國的這個僱主本身 定有僱傭關係的話 這才是重點 對 對 那看他有沒有僱傭關係 對 那 就是看他有僱傭關係嗎 是 那有你就要給他 他要參加老公保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有僱傭關係的 有僱傭關係的 好 那現在就境內僱的漁工 如果 譬如說一條船 雇了六個 外籍 外籍 雇工 就境內僱傭的 跑掉一個 就要停一年 或甚至於要抓到 才能再補一個 那這樣漁船就 有可能雇六個 變成五個 變四個 到這裡怎麼拋起來 沒辦法出去 淘寶 現在是怎麼 要怎麼辦 現在按照就業服務法的規定的話 必須要查貨 查貨的時候才底部 所以 是停一年嗎 沒有 查貨 查貨 那所以 我們僱的家庭幫傭 跟這些 這個 勘付 跑掉的話 是多久就可以雇用 按照就業服務法的話 因為 估計 對於 我們國民的照顧說 這一部分呢 是查貨 或是六個月 看以哪一個時間 比較早為主 所以主委 白白都是請外籍 過 反正的 六個月就可以請 走去的月 抓不到 也是六個月可以請 漁工這裡 一定要一年 甚至更久 現在台灣 一百噸以下的漁船 有一萬多艘 一萬多艘 那裡面需要 外局 來幫忙的 有多少艘 這個 這個 因為剛剛 委員提到 那個因為是 舊府法裡面的規定 那除非是在法律裡面 去做調整 才有辦法 這個應該要改啊 能不能把它切齊 我們研究一下好不好 我們研究一下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本來 這個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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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俊他們 提出來這個 修法 這個 說要 本老 本外老要偷鍋 這個 你們是反對嗎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本來 本來 一百噸以下的 漁船的船主 大部分都是 一頭 他本來都是漁會的甲籍會員 然後 他退休 也可以領老漁年金 老農 老漁年金 你現在 他如果請外籍 他說了 他就要變成雇主 他現在雇主了 他只要100% 保育都會改立 將來 可能還不可以領 領老漁年金 有這回事嗎 我跟委員報告兩方面 第一個部分 目前 他就算 他是用雇主的身份 他仍然是可以領到 老漁津貼 第二個部分 我們現在已經比照 健保修法 將來呢 比如說這個雇用十人以下的部分 他可以不用雇主身份 來加保 就是在漁會的甲籍會員 繼續加保 仍然對他將來老漁今天 完全不受影響 所以只要是雇十個人以下的 他還是用甲籍會員 我們正在修法完全比照健保的方式 那他有30%是政府幫他負擔 不用百分之百自己負 百分之八十政府負擔 百分之二十自己負擔 是用百分之 那他的家屬呢 也是比照這樣 家屬 因為我們勞保是只有被保险本人 不是不是 健保不問 健保可能要問衛生署 就是說 他還是可以享有 享有 勞工身份就對了 不用 所以這樣講 有幾個盲點 主委 你聽到嗎 好 那再來就是 實習生的問題 我還有一分多鐘 實習生的問題 現在你們的看法是 不要強制那保 應該是說我們還在跟衛生署還在協商中 對 那因為那學生的部分 因為實習生他也跟教育部有關 對 因為台灣這教育已經出問題 就是說高階的人太多 高階的太多 然後職業訓練這一塊沒人 所以再來我們政府要加重的是 那個實習生如果您談的是納保的話 其實我們是有韓式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就是自由納保 自由納保 自由納保 那投保單位是由誰來投保 就由他那個實習單位 實習單位 那有的像醫師的 實習醫師是一年 那像有的要 要以我們醫院為例 就是要記得來 有可能三到六個月 那有的是一兩個月 那所以要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投保這樣是OK嗎 OK 因為我們所有老保的話 只要僱傭關係的話 到職當日加保 離職當日退保 而且剛剛我們那個部分 還不是只有實習的這個什麼醫學生 包括所有實習生 只要您有薪資報酬的話 一起試用 所以全部放射檢驗都可以啦 因為在我們的立場 因為實習生也很容易出事 尤其在職場上 實習的時候也容易出事 然後上下班也真的容易出事 我就看過好幾個Case 所以這個納入勞工保險 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以上 好 我們謝謝蘇清權委員